山口县最有名的特产 既不是塔基九 也不是优衣库 而是日本首相 山口县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吉田松茵 被约为日本的近代化之父 安倍晋三把吉田松茵 视为精神父子 吉田松茵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通过走线润出日本 Hi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社长带你看日本 大家好 我是社长雷昂 最近社长去参加了一场 台日友好交流活动 活动是由台湾的 安倍晋三之友会品质 在日本山口县举办 这里是安倍晋三的故乡 也是它的长眠之地 说起山口县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可能是塔基酒 这款网红清酒 就是来自山口县 你可能不知道 畅销全世界的优衣库和GEO 它的母公司训销集团 总部就是在山口县 训销的老板 也是现在日本的首富 刘景正 就是土生土长的山口人 其实社长身边很多人 每天都穿着优衣裤 但是并不知道优衣裤 是山口县的 不过山口县最有名的特产 既不是塔基酒 也不是优衣裤 而是日本首相 对你没听错 山口县的特产是日本首相 从1885年第一任首相 伊藤博文 到现在的第101任首相 岸田文雄 日本一共产生过64位首相 其中有9个人都出自山口县 比例超过14% 如果看看日本首相的在位时间排行 前四位分别是 安倍晋三 贵太郎 左腾荣座和伊藤博文 巧了 他们全都是山口人 这么说吧 自打日本有首相以来 大概每10天时间里 就有3天的时间 在任的首相是山口人 可以说在出产首相方面 山口县完全是清场市遥遥领先 比东京京都大阪什么的 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那么问题来了 山口县为什么能够成为日本的首相之乡呢 山口县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山口县原来叫长州藩 是导墓运动的核心力量 和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 这里社长要简单科普一下什么是藩 江户时代在牧府将军直属领地之外 封建领主的领地叫做藩 到了明治时期 日本非藩直线 长州藩从此改变叫山口县 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的最西端 三面环海 南面是风平浪静的赖户内海 西北两面是波涛汹涌的日本海 隔着关门海峡和九州相望 往西离朝鲜半岛也不远 从东京坐新岸线到山口 需要4个小时20分钟 从大阪过去的新岸线 大约需要2个小时 山口县全线人口约135万人 面积约为6100平方公里 山口县的人口和面积 在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 排名位于中间的20几名 而山口的经济 不论是GDP还是人均GDP 也并不突出 同样也是处于日本的中流水平 这样看来 山口县之所以成为首相之相 并不是因为经济发达 也不是因为人口基数大 不过排除其他选项 我们离答案也更近了一步 山口县能成为首相之相 最重要的原因 是山口县重视教育的人文传统 可谓是人节地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长州藩涌现出大批智识 在日本明智维新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为日本走向现代国家奠定的基础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没有长州藩就没有明智维新 而没有明智维新也就没有今天的日本 而这又离不开一个人 他就是吉田松茵 被约为日本的近代化之父 山口县出身的首相 要么是他的学生 要么把他视为精神教父 以继承他的一致为己任 日本的第一任首相 宜藤伯文是吉田松茵的学生 日本在位时间最长的安倍晋三 把吉田松茵视为精神父亲 安倍晋三不止一次公开表示 自己最尊崇的人物就是吉田松茵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就放着吉田松茵的雕像 安倍用来表达决心的 智诚而不动之物 未始有也 同样来自吉田松茵之口 安倍每年回山口老家 为先祖扫墓后 也一定要去松茵神社夜拜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银魂》 里面的吉田松茵先生 原型就是吉田松茵 而中国的梁启超 小时候就阅读过吉田松茵的书 对他是仰慕不已 甚至称赞吉田松茵是 明智维新的首功之臣 在中国搞维新变法失败之后 梁启超流亡日本 用的日本姓就是吉田 也是为了致敬吉田松茵 吉田松茵生于1830年 出生地在长门国秋城东郊的松本村 也就是今天的山口县 秋市春冬 吉田松茵是家里的次男 原本姓山 名巨方 又名尹之柱 号松茵 生父山百合之柱 是长州藩一名 奉路26旦的夏季武士 这个奉路根本不够养家 山百合之柱 不得不半农半室 但是他喜欢读书 可以说吉田松茵的原生家庭 除了金钱上不太宽裕还算幸福和睦 特别是热心学问的家风影响了他的一生 六岁的时候 吉田松茵被过记给吉田家做养子 名字被改为吉田大次郎 说到名字 其实吉田松茵还给自己起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号 叫做二十一回猛士 这个奇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么来的 你把吉田两个字拆开 吉是十加一加一个小口 田是十加一个大口 合起来就是二十一回 另外吉田松茵原本的姓山 拆开来看就是十八和三 也是二十一 而隐之柱的隐字有老虎的意思 老虎威猛 全部拼一起就有了二十一回猛士这个名字 说回来吉田松茵的养父 吉田大祝 其实是吉田松茵的叔父 也是从山家过记给吉田家的 吉田家是世代相传的山路流兵学师范 相当于现在的军事学教授 那个时候养父刚去世 六岁的吉田松茵就被过记给吉田家 就是为了继承吉田家的家业 为了继承养父的教授职务 吉田松茵跟随另一位叔父 玉木文之静学习 玉木文之静是松下村属的创办人 正是之后让吉田松茵大放异彩的那个松下村属 几年斯巴达士的严格教育 加上吉田松茵的天赋异禀 让他十岁就进入了明伦馆 这不仅是常州藩的最高学府 也是当时日本最好的学校之一 不过你可能想不到的是 吉田松茵并不是去入学当学生 而是去入职当老师 一年后11岁的吉田松茵 给常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讲解武教全书 毛利敬亲惊我一天人 这小毛孩人小鬼大 这水平和见识真是一点都不比我的智囊差 到了13岁的时候 吉田松茵更是受命带领常州藩的军队 进行海防演习 15岁时他又跟随著名学者山田异界 学习长朝流冰雪 加上从小研习山路流冰雪 这样吉田松茵就融会贯通了江户时代的两大冰雪 渐渐的吉田松茵发现自己的好奇心 在常州藩无法得到满足 他觉得不能只在家读万卷书 还得行万里路 他要巡路日本 1850年20岁的吉田松茵开始了自己第一次游学 目的地就是九州地区的长崎 江户时代实行锁国政策 长崎是唯一允许对外贸易的港口 进出期间的商船除了中国还有荷兰 当时关于西方科技与文明的蓝雪 意思是荷兰人带来的学问 吉田松茵前往长崎 主要是想学习荷兰的炮术和造船技术 在长崎他结识了一位好老师 扬名学者兵法家叶山佐内 叶山主要有两点影响了吉田松茵 一个是知行合一的理念 另一个是关心海外局势的习惯 在长崎游学的短短五个月 吉田松茵读完了一百多本书 特别是关于海外局势的书 其中还包括了魏元的海国图志 又过了一年 21岁的吉田松茵 长途跋涉前往江户 拜师大学者佐久坚向山 他也是一名热心蓝雪的扬名学者 他还是第一位倡导 和魂扬才的思想家 学了一年以后 22岁的吉田松茵和同学 公布顶藏 计划前往东北地区有学 并向藩主递交了申请 那个时候的日本 人出院门是要政府批准的 就像不久前的中国一样 可是约定好的出发日期到了 藩主的批准书却还没有等来 吉田松茵觉得 我堂堂武士 约定好的事就一定要去做 否则算什么武士 就这样 吉田松茵擅自出发前往东北地区游学 他将被剥夺市集和取消奉路 但是他一点也不畏惧 吉田松茵游学归来之后 一回到江户就被逮捕 然后被遣送回常州藩接受禁闭处分 前面说过 常州藩的藩主毛利敬亲 十分欣赏和喜爱吉田松茵 他甚至说自己算吉田的学生 所以半年之后就取消了对吉田松茵的处分 而且还给他发放了游学全日本的十年签证 重获自由的吉田松茵 很快就前往江户 继续跟随左九尖向山学习 这一年是1853年 6月发生了震惊日本的黑船来航事件 听到消息之后 左九尖向山 吉田松茵师徒二人 马上从江户赶往普赫湾 用望远镜观察海面上的美国海舰 他们预感日本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 幕府长期闭关锁国 对西方世界简直一无所知 师徒俩越琢磨越坐不住 这样下去我们日本就真的要完蛋了 师徒俩一和解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那就是让吉田松茵去西方学习考察 将来救国图存 可问题是 锁国政策下的日本 一般人根本没有合法出国的途径 这样留给吉田松茵的选择 就只剩下偷渡一条路了 这对吉田松茵来说 根本就不算事 他认准则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 做了再说不论成败 就这样吉田松茵开始筹划 如何通过走线认出日本 没多久 吉田松茵的机会就来了 俄罗斯的舰队来到长期 也希望和幕府通商 听到消息以后 吉田立马动身 从江户赶往长期 可是命运似乎想要捉弄他 当他赶到长期的时候 俄罗斯的军舰却提前返航了 1854年2月 佩里率领的美国舰队 如约再次来到日本 和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条约 吉田松茵把所有的希望 压在了佩里的舰队上 这次他计划和学生金子重复 一起认去美国 不过吉田松茵又一次失败了 有意思的是 在佩里写给美国国会的备忘录中 记下了吉田松茵偷渡的事 他是这么描述的 4月25日凌晨2点 密西西比号执行士官 听到有小船靠近侧旋的动静 来到侧旋一看究竟 只见有两个日本人 正顺着旋体往上爬 他们一看就是很有品位的绅士 但是从衣装来看 又似乎经过长途把式的折腾 当告知他们随船 要征得幕府的同意之后 他们非常为难 先生如果不能跟船 返回陆地就会被斩首 所以极其诚恳 请求我们收留他们 佩里极为震惊 因为在美国人看来 日本是一个国门紧闭 思想僵化的国家 怎么会有人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冒险偷渡呢 当时的日本偷渡可是死罪 吉田松茵的行为 让佩里深深佩服 但是他不能违反 刚刚签好的日美友好条约 只好实动然拒 佩里从吉田松茵身上 看到了日本的希望 它显示了日本人的强烈求知欲 他们为增长见识 敢于无视国家的研发 敢于赌上性命 日本人无疑是求知欲旺盛的国民 从日本人的这种特性 可以推断出 这个有趣的国家 未来蕴含着怎样的可能性 或者说 他是多么有希望啊 不久佩里率领监队返航 而吉田松茵两个人上岸后向幕府自首 在江湖的幕府监狱吃了半年的牢饭 吉田松茵又一次被遣送回老家 关在长州藩的野山监狱 野山监狱当时关了11个人 真正的犯人只有两个 其他人都属于戒牢 家里人觉得没有办法管教 就把他们放在牢里管一管 就是在这样可以说是绝望的环境下 吉田松茵并没有抱怨 而是想着自己可以做点什么 他对育友们说 我们坐牢的人 想要出人头地是不可能了 但是作为一个人 有些学问还是要知道的 何况学习本身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不如我给你们上课吧 在野山监狱一年多的时间里 吉田松茵就真的把监狱 变成了快乐的课堂 靠着他的人格魅力 和作为教育家的天分 吉田驯服了这群无法管教的育友 一个人都能把监狱里的社会垃圾教育好 放他到正常的环境下 他能创造出多大的成就 事实上野山监狱的这段经历 还真就成了吉田松茵在松下村熟 创造人间奇迹的一次寓业 不久吉田松茵获准出狱 改为禁闭在家 利用着有限的自由 吉田体内的教育家DNA动了起来 他接手舒服的松下村熟 开门办学 1856年9月正式开学 吉田在这里确立了草莽崛起的思想 他希望来自底层的知识 可以改变腐败的幕府以及祖侯 建立起一个新日本 松下村熟有教无类 招生条件零门槛零起点 不问出身不论平复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是这里的日常 吉田松茵提倡学以致用 知行合一 他还开创了一个新的教学方法 就是把学习内容和实证相结合 他把收集到的京都江户 大阪等大城市的资讯分类汇编 制作成菲尔长木杖 给学生当作实事教材 他通过讲解实事 使学生了解实局 将个人立志成才 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简陋的松下村熟 为明智维新培养了大批的志士 被誉为明智维新的胎动之地 吉田松茵知名的学生太多 比如说一腾博文 山县友朋 高山进座等等 一腾博文是日本第一任首相 被誉为日本县政之父 山县友朋是日本的第三任首相 日本的陆军之父 高山进座是岛木运动的领袖之一 创建了著名的骑兵队 我们再来说一个 不那么知名的学生 这个学生叫郑悟退葬 他后来留学英国 归国之后担任了 东京职工学校的首任校长 这可不是什么野鸡学校 这个学校现在叫做 东京工业大学 也就是世界名校东宫大 郑悟退葬在英国认识了斯蒂文森 就是写金银岛和化身博士的 那位大作家 郑悟把老师的故事 讲给了斯蒂文森听 作家被吉田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为吉田松阴写下了一篇传记 里面是这么描述吉田松阴的 吉田的脸上有痘疮的疤痕 丑陋的甚至有些滑稽 虽然本质上过着严谨的生活 但是不修蝙蝠很不讲究 穿着很朴素 吃饭和洗脸的时候 经常用袖子抹脸 而且他的头发 两个多月才整理一次 从无例外 经常凌乱的不堪入目 每次想起这样的形象 也就很容易理解他没有结婚的事实 他言辞激烈粗暴 但行为却很沉稳 是一位了不起的老师 斯蒂文森称赞吉田松阴的故事 是一个日本英雄的故事 他带给了我生活前行的力量 这篇1880年发表的传记 是世界上最早的吉田松阴传记 而这时离吉田松阴过世 已经过去21年 1859年11月21日 吉田松阴被以宣传反动思想 蛊惑人心暗杀未遂等罪名 在江湖问斩 十年29岁 面对死亡 他坦然自若 毫不畏惧 著名思想家德副苏丰 这样概括吉田松阴对后世的影响 吉田松阴多有计划 而无有成功 他的一生是充满挫折的一生 他这一代是面对失败的一代 但即便如此 他仍然是维新革命最好之吉仙丰 他恰似难产之母 自身虽死 其儿却得以发育并长大成人 在安倍晋三的家乡 山口县长门市 二十世纪有一个人被称为金之松阴 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同时 一直兼任家乡的村长 自掏腰包 开设农村熟 给没有机会上学的青少年 提供学习机会 他就是安倍宽 安倍晋三的爷爷 山口县秋市的松阴神社 如今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 2023年12月16日 安倍晋三的蜡象 开始在松阴神社展出 要怎么评价安倍晋三的一生呢 社长想到一句经文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想听更多关于日本历史文化商业的故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当然如果你想通过社长的公司移民日本 或者是来日本投资不动产 也欢迎扫码加我的联络方式 另外呢我也会在台湾不定期举办线下分享会 欢迎扫码报名参加 我是市长刘洋我们下期再见 小刘洋我们下期再见 小刘洋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